台湾红豆价格产地屏东万丹本年度先采可当芽菜种子 图本年度先采的屏东万丹红豆客户提供 台湾红豆价格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产季新鲜红豆价格会在产季时较便宜 而过季红豆价格会相对较高 品种,不同的红豆品种会影响价格 品质,红豆的品质越好,价格也越高 供需关系,市场供需情况也会影响价格 销售通路,不同的销售通路 如批发市场、零售店、网路商店等 价格也会有所差异 屏东万丹红豆是台湾知名的农产品之一 以其饱满的颗粒、鲜艳的红色以及甜美的滋味闻名 以下是一些关于屏东万丹红豆的资讯 特色 一,饱满颗粒,万丹红豆的颗粒比一般红豆大 且外观饱满圆润 二,鲜艳红色,万丹红豆的颜色鲜红亮丽 让人食指大动 三,香甜美味 万丹红豆有着浓郁的香气和甜味 口感绵密,是制作红豆制品的绝佳食材 四,营养丰富,红豆富含蛋白质、纤维、铁质、维生素B群等营养成分 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 产地 屏东县万丹香是台湾红豆的主要产地之一 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适合红豆生长 用途 万丹红豆广泛用于制作各种甜品 糕点、汤品、馅料等 例如 红豆汤、红豆面包、红豆饼、红豆馅、红豆馅、红豆糕、红豆麻薯、红豆沙 品质认证 万丹香农会推出了万丹红豆品牌 并设有品质认证制度 确保红豆品质优良 选购万丹红豆时 因注意颗粒是否饱满 颜色是否鲜红 以及是否有异味 红豆芽菜 红豆芽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它是由红豆发芽而成的 红豆芽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纤维 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 营养价值 一维生素、红豆芽菜富含维生素C、维生素B群、叶酸等 二矿物质、红豆芽菜富含铁、钾、钙、鎂等矿物质 三蛋白质、红豆芽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是素食者的良好蛋白质来源 四纤维、红豆芽菜含有丰富的纤维 有助于促进消化 功效与作用 一、促进消化 红豆芽菜中的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有助于消化 二、降血糖 红豆芽菜中的纤维可以延缓葡萄糖吸收 有助于降低血糖 三、降血汁、红豆芽菜中的纤维可以降低胆固醇 有助于降血汁 四、抗氧化 红豆芽菜中的维生素C具有抗氧化作用 有助于延缓衰老 五、增强免疫力 红豆芽菜中的维生素C和其他营养素可以增强免疫力 食用方法 红豆芽菜可以炒、凉拌、做汤等 是一种多功能的蔬菜 注意事项 一、选择新鲜的红豆芽菜 避免食用腐烂或发霉的红豆芽菜 二、红豆芽菜在烹饪时不要过度加热 以免营养流失 三部分人群可能对红豆芽菜过敏 食用前因注意 总之 红豆芽菜是一种营养丰富 功效多样的蔬菜 适量食用对人体健康有益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 太平洋芽菜种子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注入 盐 汤 用盐 握 用盐 用盐 用盐